2015年,印度出于各方因素考虑,准备开展高铁项目,新划定的高铁线路连接了包括孟买在内的九大城市,项目划定后,印度正式对外招标,最终,在一片质疑声中,日本成功拿下订单,毕竟在此之前,所有人都认为,被称为基建大国中国会顺利接下这个千亿订单,可中国却并没有因为丢失订单而气馁,事后反而大呼幸运。 中国为何会有此表现,日本在印度建设铁路之时,遇到了什么问题?欢迎订阅本宫巴历史,带你揭秘背后的故事。 中国除了东方雄狮、兔子之外,还有一个奇怪的外号基建狂魔,我国基础建设速度之快,质量之高,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印度网友评价我国基础建设时,是这样说的,中国基础建设效率高是基因决定的,参考他们的万里长城,他们很擅长, 建设这些东西。 印度总理在铁路招标之前,对外演讲说过,要效仿中国进行铁路建设,也正是因为这次发言, 无数人认为,印度的高铁项目将会交给中国,项目开始招标之时,我国也参与其中。 毕竟,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投资,折合人民币一千多亿。 实在令人心动,众所周知,印度人口众多,经济发展落后,许多生活在底层的人,实现最基础的温饱,都是奢望。 印度建国之前修建了多条铁路,建国后,印度继续延续之前的传统,多次修建铁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风吹雨打, 那些铁路早已破败不堪,受此影响,印度的铁路行驶速度极慢,平均行驶速度仅仅只达到60到70公里每小时,行驶效率极低。 看过印度电影的人都知道,印度火车行驶之时,可谓壮观至极,并不是印度火车修建得现代化。 而是乘坐的人口数目相当壮观,印度铁路线,除了坐票、站票之外,还有顶票、挂票,每次火车行驶之时,火车顶部都坐满了人, 还有一部分人选择用手攀着火车的窗户,挂在火车边,搭一趟顺风车,这也是他们的不得已之举,印度低种族人民生活贫困,为了逃避高昂的票价,他们这才不得不出此下策。 可这一行为也造成了印度交通混乱的局面,为了缓解国内交通的压力,同时促进内部经济发展,印度这才赤巨资预备打造第一条高铁线路,这一消息迅速引发了世界轰动。 全球各地的建设公司纷纷前来投标,其中就包括被称为基建大国的中国,几经角逐,最终中国、德国、法国、日本成功进入决赛圈,印度在一番斟酌过后,率先淘汰了法国。 法国在当时给出了极高的价格,而且法国的高铁修建技术有限,四个国家相比,法国的价格偏高,技术偏低,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就当所有人都认为,接下来将会是中国与德国角逐之时,印度淘汰了德国,德国技术精湛,但价格高昂,印度虽然投资金额巨大,但数目有限,对于德国的价格,他们实在接受不起。 最终因为价格原因,德国遗憾落败,德国淘汰后,许多人认为中国已经没有对手了,但万万没想到,印度并没有选择拥有丰富铁路建设经验,以及相关配套技术娴熟且价格适宜的中国,反而选择了日本,就在所有人为之好奇之时,日本与印度的相关交易被公之于众,众人看到这笔交易之后,纷纷感叹,日本真是下雪本啊。 同时,这一行,为让许多人感到不解,为何物美价廉的中国基建,印度偏偏舍弃了呢?在基础建设这件事上,印度凭什么认为中国不如日本呢? 其实,日本的铁路技术相较于法国是领先的,但与中国和德国相比,就不值一提了,印度竞标后,却又放弃中国选择日本,之所以会引起大家的震惊,是因为在中国面前,日本的高铁技术实在拿不出手,不过了解内情的人 却知道,这笔订单日本志在必得,而印度临时变卦,纯粹是被眼前利益蒙蔽了心智,因为在这次竞标中,主动退一步的不是印度,而是日本。 印度人口众多,高铁项目的潜在经济效益巨大,当时的印度经济正逐步上升,内部市场广阔,各国争相进入印度市场,倘若能借高铁项目顺利进入印度市场,抢占先机,将会有更高的效益。 为了成功竞标,日本向印度承诺将为印度准备总计约1900亿日元的贷款,时任日本最高领导人的安倍晋三专门访问印度进行商讨,此次借款,日本破例将通常更高的年息降至零。 1%甚至还30年长环息扩展到50年,宽限期为15年。 日本的这一行为让印度总理都忍不住感慨,这实在是太令人难以置信,除此之外,日本还允许印度跟随日本技术人员一起学习铁路修建技术。 但日本的这一行为引来了日本网友的不满,他们纷纷表示,又出钱又出人,我们赚了什么呀,这不会是个坑吧? 最终日本网友一语成衬,孟买·艾哈迈德巴德高速铁路项目最终真的成了日本填不满的大坑。 日本承接项目后,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征收土地。 印度多次因为征地进程缓慢,以至于工程延误。 018年,古吉拉特邦征收土地项目已完成了96%,但直到2021年9月,马哈拉施特拉邦征收土地项目仅完成了30%,征收土地是印度方面做出的错误判断,但这恶果却需要日本方面来承担,印度拆迁之时极度困难。 许多人不愿意搬离自己的土地,印度对于高铁修建没有基本常识,并没有选择提前征用土地,这就导致了项目已经开展,但土地却未曾完全征用的尴尬状况。 按照印度的现行法律,倘若项目进行土地征用,需要保证赞成率高于70%,也就是说,印度政府的这一项目是否能开展下去。 还要看印度人民是否愿意,日本在投入这一项目之时,并不知这个状况,也因此吃了大亏。 除此之外,印度征用的土地也十分不合理,铁路划分区域需要穿过大片的农田。 众所周知,印度是人口大国,对于耕地格外重视,许多人为了保护自家耕地,不愿退步,赞成率无法达到70%,土地无法征用,进而耽误整个项目工程,除保护耕地外。 还有一个原因,令印度人民迟迟不愿意投下赞成一票,因为印度贫富差距极大,低种族人群解决温饱都成了问题。 他们出行之时,为了节省路费,甚至不顾危险,爬上火车顶端,或者是攀附在火车周围,一旦高铁建成,影响铁路运输,他们将失去这一出行便利,高铁表面光滑,根本无法攀爬,而且,高铁行驶速度极快。 想要趁机爬到火车之上,简直是痴心妄想,再者说,高铁所经过的地区,除人口密集区外,还有环境脆弱地区,这引来了印度内部环保人士的反对,一时之间,印度举国上下反对的情绪高涨,甚至还引发了政治不稳定,以至于项目不得不再次进行推迟,日本面对这一情况,实在是束手无策,他们无法干涉印度的征地进程,也无法实行催促, 只能不断地接受时间的损耗,在提出借款之时,日本便将所有的借款与印度的高铁项目进行绑定,日本媒体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专门写了一篇报道挖苦日本的领导阶级, 报道称,日本领导阶级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成功将公民辛苦缴纳的税费全部扔到印度这个深不见底的深渊之中,别人花钱还能听得小儿,他们花钱连小儿都没有听到,那么,日本如今成功脱身了吗? 而中国对于此事的态度更是令人玩味,事后,中国非但不生气,反而十分庆幸躲国一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印度全国上下对于高铁建设的反对情绪高涨,而日本群众也因为项目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 对日本的领导阶级展开批判,面对印度当前的问题,日本不得不将铁路完成日期由2023年推迟至2028年,而这一新闻发布后,日本公民更关注的是,他们还要继续往里面填补多少,土地征用出现极大问题,后又遇上疫情,项目不得不再次延后,疫情影响下,劳动力价格大幅上升,人工成本提高,日本相关高管也曾接受采访。 他表示,日本政府最初不惜主动打骨折,是为了征得这个项目,那时给出的价格极低,没有估量任何风险成本,以至于各个阶段的成本提升后,打得所有人措手不及,现在以原来的价格完成此次项目,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日本想要通过承接此次项目,向世界展示日本力量,但没想到,却变成了自己的坑。 即使日本政府对外表示,将会在2028年完成此次项目,但日本公民根本不相信这个时间能够完成,除此之外,日本政府与印度政府也产生了间隙。 项目开始之前,双方约定,此次项目所用的全部材料必须由日本公司提供,但后来,随着成本的不断膨胀,负责土木工程的企业不得不将材料提供方转为印度方。 但是,这引发了印度政府的不满,他们认为既然可以选择印度公司,那为何一开始合约要求选择日本公司呢? 印度怀疑日本在背后搞鬼,日本政府也十分不满,因为印度在不经商议的情况下,擅自改变高铁线路,并且要求高价化设计,而增加的成本需要日本承担。 各国媒体对这件事纷纷进行报道,均称日本拿到了一个烫手山芋,除此之外,日本借给印度的款项就像是埋在自己身边的一个隐形炸弹。 日本对印度的借款是以日元的形式进行的,倘若之后遇到日元贬值,印度趁日元价值最低之时偿还日本借款,那日本将会承受巨大的损失。 毕竟这种缺德行为,印度也不是第一次进行了,不得不令人提防,而上一次,被印度整的还是俄罗斯,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承担了苏联的大部分财产,印度趁此机会,拿着卢布偿还当初的借款。 或许有人好奇,在俄罗斯建国之时,最需要钱的时候偿还贷款,印度也相当于雪中送炭了,人还怪好的嘞。 然而事实的真相是,当时印度的卢布贬值到堪比白纸,甚至还不如白纸,而印度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依旧以当初的借款置换成当初的卢布,以现在的卢布进行偿还,俄罗斯无形之中亏损了一大笔财产,印度政府向来以无赖出名。 除了用贬值到堪比白纸的卢布还债外,它还有多次的赖账记录,堪称老赖般的存在,比如,中国之前借给它的二十亿借款。 印度至今没有偿还,甚至多次出现赖账行为,如此看来,中国没能成功中标这个项目。 也算是赛翁失马,焉之非福,如果当时被选上的是中国,那现在因为项目不断搁置,不得不持续损耗的,就是中国了。 除此之外,中国还要承受项目无法完成的风险。 这番对比下来,中国没能成功中标,反而才是一大幸事,日本选择建设重大的高铁项目来证明自身实力。 这个方式是正确的,但它的合作方选错了,印度从来不是一个合格的合作伙伴,事到如今,日本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本国内提起这个项目,态度普遍是悔不当初。 倘若安倍晋三还活着,看着现在的一切,怕是肠子都要悔清了,如果你也喜欢历史,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记得顺手点个订阅,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